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我是老王 读大学的时候可以认识不同领域的朋友 也能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 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发现自己 更加认识自己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 大学不就是任你玩四年吗 其实相当多人都认为 做报告都没有时间了 哪有时间玩啊 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故事 就是我们观众读大学遇到的故事 究竟又是哪一间大学有怪事呢 今天的故事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刚入学的那一年 就在网路上听过我们学校 有非常多领域传闻 但因为怕被告 所以我不会说我们学校的全名 我只能说是台中某科技大学 这间学校真的超多领域故事 当时也有听我朋友说一些领域事件 我只是当故事听罢了 毕竟很多事情都能去解释 直到我自己真的遇到了 我遇到的第一件事情是 在这间学校的A栋楼 某一天上课完 我比好朋友们都要早完成作业 就先去上厕所 我就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啊 他们说他们忙着做作业 所以我没有等他们 自己先去了 因为教室位置的关系 厕所是在走廊的尽头 那一间厕所之前都听过有人说闹鬼啊 还有我每次去的时候都觉得有点毛 我上厕所都有一个习惯 就先确认看看哪一间比较干净 第一间厕所有点脏哦 第二间厕所还好 第三间厕所超级张 所以我就会上了第二间厕所 当我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我的门哦 咚咚咚 我就喊我朋友名字啊 小柯 白痴啊 你不是说不来上厕所 我这样说的啊 可是厕所外面 却没有任何回应啊 咚咚咚咚 我是怎样啊 吓到我连完屁啊 我立刻爆炸 我立刻要嘶吼 我立刻要叫 不要闹哦 这时候我也不管有没有拉干净哦 赶快弄一弄了 穿上裤子 我打开门 左看看 右看看 没有任何人啊 而且另外两间厕所也没人 这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啊 我就说 你们跑去厕所吓我 小柯跟我说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这里啊 其他同学也说啊 都快要辞教了 怎么可能过去找你啊 我瞬间愣住了 那刚刚 究竟是谁敲我的门啊 这一层楼 那天早上只有我们班上课 我上厕所的时间 还留在班上的人 也只剩下我这一群朋友 后来跟系上学长聊天 讲到这件事 学长才告诉我 我跟你说啦 那一层楼 本来就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 像是黑影飘过 跑步声 尖叫声 敲墙壁的声音 听说厕所旁边有一条走道 进去最深处 还有一个可以往下走的楼梯啊 有别的系的学生进去 结果人就不见了 大家要开始找人 最后才被人发现 他在顶楼正打算想不开 后来问他 他说他只是走去旁边的楼梯 剩下的事情都忘记了啦 只要一有学生到那个楼梯 就会被学校寄过 那边真的很阴 绝对有发生过什么事件 后来 我再也不去那间厕所了 虽然只是一个咚咚声 但听到会被鬼遮掩 谁还敢去啊 但没想到不只是A洞有问题 这间学校就连B洞都有事 事情是这样的 某一天老师突然说他有事啊 当天停课之后再补课 但是我还是一样要等我女朋友放学 因为我们习惯一起回家 所以我就去了B洞的高楼层教室 那一层楼只有假日班才会用到 所以我去的时候是全空的 我就躺在椅子上想说要补个棉 因为昨天看电视看太晚了 后来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到有人在我左耳吹风啊 我马上把眼睛睁开往左边看过去 没有人啊 完全没有人哦 连脚步声都没有啊 是我的错觉吧 所以我就又把眼睛闭上休息 接着我因为实在太累就睡着了 睡到一半 我听到有一个人在哼歌啊 我心想有够吵呢 为什么这时间还有人在那边唱歌啊 我就慢慢睁开眼睛 往教室外面看过去啊 接着我隔着窗户 看到不远处的角落 有一个人影站在那边 诶 是我眼花吗 我揉一揉眼睛 再仔细看一次 咻的一下 那个人影就往右边冲过去 我吓一跳 这一层楼怎么会有人啊 这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可是哦 人真的遇到事情 会想要特别去确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自己看错 因为有可能只是人而已啊 至少确认以后 可以松一口气 于是我就去每一间教室看 但是 没有一间教室是有人的 就连厕所也没有人 那我刚刚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啊 不会吧 遇到鬼哦 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的左耳又被吹了一下 我大叫一声马上往下冲 巴勒莲莲莲 怎么会遇到鬼啊 我就在楼下等哦 我女朋友来了以后 我就跟她说了这件事情 没想到她却比我还要怕 后来我们两个就跑去拜拜 也求了平安福 确实这段时间都很顺利 直到某一天一个诡异的意外出现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因为五专四年级 常常忙专题 在学校待到很晚 那天因为我负责的部分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跟主员说他们可以先回家 我完成这一部分就会回家了 我离开研究室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12点半了 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以后 该弄的该关的全部都弄好 就准备要搭电梯下楼了 后来就在我按下电梯按钮的时候 我衣服好像里面有东西 看了一下平安服务断掉 断了应该也还好吧 我就把平安服务放在口袋 想说明天再换一个好了 后来电梯来了 我就进去搭 忽然电梯停下来了 灯也熄了 我慌张的按紧急按钮 但是就连紧急按钮 都没有任何声音 我拿手机出来也没有讯号 以前电梯都会有讯号 怎么会这样 等了好久好久 我一直尝试按那个紧急按钮 但是都没有回应 我之前有看过宣导说 电梯里面空气是流通的 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慌 乖乖坐着就好 我就先坐在旁边 直到我累了 快睡着的时候 电梯突然开门了 电梯外面是亮的 哇 没想到已经到了早上了 我看了一下手机 时间是早上7点 我就截图了手机萤幕 想说等一下来发一个限动写的 香蕉尼克巴拉有够衰的 卡在电梯到早上了 当我走到校门 我就跟警卫问电梯的状况 但是校门的两个警卫 看着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一直说话 但是两个警卫 就直叮叮的看着我 让我有点毛骨悚然 绕了学校一圈 我发现不太对劲 因为平常这个时间 已经会有早扫声到学校了 但是却没有看到半个人影 靠雷 难道我到另一个世界了吗 这里是地府是不是啊 后来我急急忙忙又走回去那个电梯 结果我又被卡在里面了 经济按钮一样没有效果 手机依然没有讯号 但是我真的好累好累了 又隔了好久 电梯突然发出 这样的铁链摩擦声 声音持续大概十几秒吧 这时候电梯门开了 我走出去的时候打开手机看 半夜三点整 我马上拔腿狂奔到校门 警卫看到我就骂我 搞什么东西啊 不要在学校待那么晚啊 当下我听到没有生气 我反而一直跟警卫说 太感动了 你会说话耶 警卫一脸问号 我就跟警卫说 我刚刚遇到的事情 警卫不相信我说的 只跟我说 好啦 另一个世界 你看到了直叮叮的警卫 不就是直扎人 警卫说完以后我才意味到 对 那个眼神就是直扎人才会有的 警卫这时候就笑了 回去了他的位置上坐着 回家以后 我看了一下手机相簿 结果那一张截图有古怪 我的截图画面是7点 诡异的是照片拍摄的详细内容 上面显示的时间则是2点18分 后来我越想越不舒服 我就跑去庙里问 庙里的人则是建议我把照片删除了 我也就删除了 不舒服的感觉从此消失 很多事情都能用科学或者是常理来解释 那么那张手机截图我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就是我在今天学校遇到的灵异事件 在读大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打麻将 但却也有人遇到了诡异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这是我读大学的时候自己住房子遇到的怪事 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 所以我妈就帮我租了一间房子 这间房子都是我妈打理的包含一些东西 百事 有时候我妈也会拿一些朋友送的装饰品什么的 来让这个租来的屋子特别温馨 也让我住在这边感到安心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叫做小白 他跟我很好 常常来我这边找我 我们关系好到 我可以把钥匙给他哪怕我人不在 他还是可以进去 所以小白偶尔还会约人来打麻将 消遣一下 某一天我去参加高中同学会 小白就跟我说他要去我家打牌 我说没问题啊 后来当我回去的时候 小白他们也打完麻将了 当我东西整理好以后 小白就跟我讲 诶 今天打牌很奇怪 牌超好 但就不会胡 不然就是牌超烂 我完全进不来 我一家书三家超扯的啦 而且哦 那个时候打牌的时候啊 那洋男人都一直莫名其他打开 关掉又开 关掉就又开 哦 大家都觉得很诡异 就说不打了啦 听完以后没有多想哦 有一天 小白又打电话跟我说 喂 你在忙吗 出来一下好吗 我就出去了 跟小白碰面以后 小白跟我讲哦 这个事情好像在你家讲不太行啊 怕说你会介意哦 因为那天打麻将之后 有人感觉怪怪的好 去问老师 老师说哦 你呆的那个地方啊 磁场不好 有妖邪入侵哦 你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啊 我说 小白啊 你常来我们家 你没有感觉吗 小白说 没有感觉啊 那我又说啊 而且 家里有阿飘感觉很正常吧 你打麻将不顺 应该跟我鬼没关系吧 不然这样 我之前看一个人 有一个戴面具说鬼故事的啊 里面有跟麻将有关的 就说哦 放烟请阿飘抽 结果赢钱 不然你试试看啦 接着我又把那一则影片 转给了小白 我也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小白 接着看完影片 跑去我家拿着20块 开始问说 现场有没有好兄弟啊 可不可以帮忙赢点钱之类的啊 然后就拔杯了 我心想这人是打牌打疯了吗 前一刻才说 要不要处理一下 后来听到我讲就说 他想要试试看啦 我就跟小白说 小白 哭哦 你在闹哦 你不是说你觉得怪怪的 小白才说 没有 我想说 你都不介意了 你也不怕 我就好奇嘛 想试试看啦 好啦 不说啦 我要来月牌咖啦 后来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小白的牌咖都起了 他们就开始打牌了 我就站在后面看哦 小白每一把都放枪 哎 每一把哦 而且都是刚好别人换牌 结果马上放枪 突然我们听到窗户好像有人用手指敲的声音啊 小白就跑去把窗户打开 边开边开玩笑说 透透气啦 我跟你们说我要转运了啦 接着坐下来洗牌啊 起手 天听 再摸一次 直接自摸 大家都认诸不说话 就连小白自己也吓得到 后来打牌的过程哦 他们都很安静 因为也已经北风圈了 所以很快的就打完了 这一圈几乎都是小白赢 把刚刚输的全都赚回来了 后来其他牌咖就赶快离开了 连小白也走了 这一件事情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这段时间我常常会做一些怪梦 像是有一个老婆婆好像一直在我家指着某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红衣女鬼总是会忽然冒出来吓我 我想说不然我先去洗澡好了 等我洗澡洗到一半 听到了敲门声 那我没有多想 我就说蛮没有手啊 怎么了 奇怪没有回应耶 后来我洗完澡 我就走去客厅 看到我女朋友坐在沙发上 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 我说那你刚不是来敲门走不过来 她说 我没有敲门啊 那我问你你刚刚有窝窝腿吗 就说我想起我这几天的梦 我瞬间起鸡皮疙瘩 我就说没事啦 可能我们多想了啦 后来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就听到外面的客厅有跑步的声音 从房间跑到床后的更衣室 就这样跑了两三次 我心里感觉怪怪的 可是我又不敢睁开眼睛 我就瞇着眼啊 接着我女朋友咬我一下 问我睡了吗 我说我没有睡 她问我我有没有听到 我说有 接着我们两个东西拿一拿 就跑去汽车旅馆睡觉 但是这件事情不处理 也不行啊 我们就透过关系 找了一个老师 老师也说了小白 曾经说过的话 这个老师说 我们家最近是不是有放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要处理掉 因为那东西不是你们的 这时候我才联想到 前一段时间我妈放了一个怪怪的娃娃 那是一个瓮之类的东西 我每次看都觉得很怪哦 就把它丢去阳台 后来我把这东西拍到拍下来 发现了问这是什么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才说 哎 你怎么会有这个啊 这埃及的卡诺泼罐呢 我想这傻鬼东西啊 就上网查卡诺泼罐 网路上写卡诺泼罐 是古埃及人制作木乃衣食 拿来保存内脏的器具 我听完整个傻眼 我妈朋友不知道怎么拿到这个东西 这东西竟然是拿来装人的内脏啊 后来我就跟我妈讲啊 她说她也不知道 那朋友送的觉得榔头很帅哦 就想说拿来这边放 到后面呢 我们处理方式就把这个瓮转回给那个朋友 但这也让我好奇啊 为什么我朋友拜拜求阿飘 竟然还能赢钱呢 这榔头也懂麻将吗 故事结束 各位朋友你们认为为什么呢 以上三种选择啊 看看你选的跟我是不是一样的 A 因为这个东西会聚阴 导致聚集了很多好兄弟来 B 这个东西很阴是真的啦 但麻将呢可能只是运气好 其他欢迎你留言补充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